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子叙啊 你们那没事吧 收拾下就好了 这年头 就连待在家里 都会遇到这等祸事 听说过鬼神祭坛吗 那儿是禁猎区 属于山中鬼神管辖 四周禁伐禁猎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听闻那儿有些稀有的药草 想采些给夏儿治病 采药的话倒是无妨 但最近山里不太平静 你们小心点 来 地图上标记 启明虚的地方就是了 启明虚 老一辈传下来的 听说里头别有洞天 但是谁知道呢 谁也不想冒着 触怒鬼神的风险 在禁猎区瞎晃 我就不陪你们去了 入山之后 当心点 多谢王兄 不怕是有洞天 在禁猎区里 在禁猎区里 这儿是有洞天 在禁猎区里 我为什么不想冒 我怎么办 不怕是有洞天 他就有洞天 在禁猎区里 我这儿是很难 不怕是有洞天 鸡蛋 羞耀 可恶 真把我当烤乳猪了 香儿 你知道你的香囊里面 都有些什么吗 有白纸 木析 迷屋和霍香 哦 原来你是只自带香料的烤乳猪啊 抓住那家伙 阿兄 现在香囊在你那儿吧 是啊 帮你收得好好的呢 你才自带香料呢 我自己也身体的 有点又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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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 熊耀 老丈的奇异可真不差 这其实有点意思 值得细细研究 不过 要像老丈一样整日下棋 那可不行 香儿是怕我沉迷了 是啊 下棋得通盘考虑计策 动脑思考步伐 很有意义的 比起保时终日 无所事事地活着 好上不少 这是圣贤之言 香儿记着了 当真 阿兄一字一句独来 绝对不假 好吧 你说了算 狼群真的变多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们 不会也是冲着我来的吧 不是的 这匹狼 只是普通的山津野怪而已 况且现在带着香料的人 可是我呢 阿兄是带着香料的 阿兄是带着香料的 嘿嘿嘿 阿兄是带着香料的人 阿兄在我 好漂亮啊 是很漂亮 不过这枚符印 恐怕不太寻常 披郎雕着这枚符印 为什么 阿兄你看 那儿的雕刻 这儿就是王兄所说的地方了 鬼神祭坛 应该就在这扇门后 阿兄 这形状跟刚刚的符印好像 不笑了 待我确认一番 得再找到另外两枚符印 符印是被外力撬掉的 是人 还是 不是人类的足印 也不像动物呢 恐怕是妖魔 妖魔 妖魔 妖魔撬下了符印 足迹一路往外去 大概被带走了 走 咱们去瞧瞧 可能还有一窝狼崽子 这儿是他们的受力区 待会儿小心点 阿兄 你怎么知道的 看脚印 脚印 只要细心观察 脚印会告诉你很多事情 阿兄教你啊 观察不宽和不符 计算目标的体型和数量 还有 你继续神强和精神 测定 股子啊 我怎么都能够出来了 阿兄这些年在山里 可不是白混的 阿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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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修 他们 没事 几只小妖魔罢了 可是 香儿别担心 阿修的神兽啊 打这些疲劳 就像打小狗一样 那 那我也来帮忙 好 那香儿帮我 鼓尽诸威 再捉找找吧 奇怪 怎么只有一枚 会不会在别的地方 像是被藏到其他巢穴 有可能 再找找吧 是人类的足迹 有人在我们之前来过这里 说不准被他拿走了 该不会就是王兄说的那名绿衣女子 不像女子的足迹啊 去看看就知道了 走吧 这些是他们搜集过来的吗 估计是因为闪闪发亮的 变态会超学了 怪不得 门上的福印会被抓下来 这人走得有点匆忙 看来他是趁狼群外出石进了狼学 真巧啊 咱们不也是 不太妙 有几头匹狼追踪他 追踪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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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吗 嗯 是批狼 这齿痕 恐怕是个大家伙 狼群最为记恨 这人闯进狼学留下了气味 批狼必定与他不死不休 那我们不也被盯上了 事情办妥 我们就赶紧离开此地 远走高飞 哎 没有福音 啊 他身上什么也没有 难道被人洗劫了 有人来过 走 你去吧 Astronom 嗯 啊 嗯 嗯 人 啊 嗯 嗯 这父亲来往的足迹太多 便认不出来了 约摸是进村了吧 进去探的消息 阿修 要不就算了吧 香儿 怎么了 我觉得 现在这样也挺好 不会咳嗽 也不会累 还不用喝苦药呢 香儿 还没找到鬼神祭坛 阿修就已经对付了这么多的妖魔 我知道阿修武艺高强 可这样一路打杀下去 也不是办法 你看 村外那人 傻丫头 瞎操心哪 你阿修我呀 阿修 我是说认真的 香儿 你听我说 好 阿修已经答应那位大王 要去商山找莫者 是 阿修已答应过 要好好照顾你 既然两件事都还没办到 就没有半途而非的道理 可是 君子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是吧 可不能让你阿修做了小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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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阿修 你看 福音 真的 馨儿真厉害 喜欢就看看哪 你卖的东西挺有意思啊 东西是有意思 就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要买的意思 怎么卖啊 三千 三千 这玩意儿有什么讲究 这是百年一出的祥瑞之物 名唤金戈十重 金主杀伐 司掌兵戈之事 随身佩戴可以百战不殆 如果拿去当作断也的斧材呢 可以让你的刀剑长保丰锐 薛金断玉不在话下 这么厉害 你怎么不自己用 我生性胆小 见不得杀法 怕死 好啊 那 从死人身上拿东西 就不怕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难道你不懂 这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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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妖魔 救命啊 阿修 用那个 不行 小心 是 刘继 在 回报 禀文书将军 防线已经部署完成 但是 说吧 妖魔势头阵亡 又来得诡异 属下斗胆 请将军先带弟兄们撤退 到蔡阳和博生将军会合 重振旗鼓 我为将军断后 不可 将军 再不走的话 就无路可退了 你看 我们背后是什么 是玉蕊 是百姓 在我等身后 就是百姓 陆林军可以撤退 百姓又能退到哪儿去 我等死守不退 并不是因为无路可退 而是有着不能后退的理由 文书将军 我等誓死追随将军 绝不后退 追随将军 绝不后退 追随将军 绝不后退 绝不后退 你刚刚说得不错 确实需要去蔡阳求援 然而 目前光是维持防线 就以捉襟见肘了 实在无法分出人手突围 大人 我可以试试 对位兄弟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自是有些记忆帮身的 这 好 阁下如何称呼 聂阳太史昭 自子叙 就拜托你了 子叙 去 到蔡阳 找我兄长刘伯生 好 走 为太史兄弟开路 不 阿兄 你当真要去突围 没事的 别担心 待会儿跟紧了 情况紧急的话 我会出手的 下去沿着河走 就回到蔡阳了 万事小心 拜托了 明白 必不负所托 立阵 上行 放 走 姑娘危险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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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兄 这些屁股是不是 不是 可是 又不是 快点 阿兄刚刚好冲动 啊 在浴室的时候 阿兄 总的被找到 说了 有点被文殊将军感动 他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还以为阿兄不信任他 就像天术里的大王一样 这是不一样的 那大王被关在机关屋里 也不知是何来临 谁不知道他用了什么 才被关起来 不过 确实是有些莽撞的 连累你一起深陷险境 对不起 嗯 不会 阿兄刚刚的样子 帅了你 我自是有些记忆傍身的 嘿嘿 明天不停 有些人 他有些人 有些人 是有些人 有些人 你有些人 有些人 是 好大一头皮狼 这不是皮狼 是蝎狙 小心了 休养 阿兄 为什么你在御水的时候 不用天书之力救人 不是不用 是不能用 皮狼早就可以杀了他的 故意留他一口气求救 狼性狡猾 按着猎物不杀 必定有诈 难道第二头皮狼 早早就在旁边埋伏了吗 原模式的 是 确定的 在 这些人来不来 你这些人 都不准备到 这些人 会不会有点 走 没得到 你不准备到 不准备到 不准备到 这些人 无畏无忧 有我刘伯生和陆林军在此 妖魔若敢来犯 不准他们有来无回 白天呢 大伙好好种田 打猎 晚上回家呢 就好好操 操持家务 妖魔的事情就交给我刘伯生 大家散了吧 来 博生将军 兄弟有事 御水遭袭 妖魔为村 文殊他们没事吧 目前是守着 但妖魔失重 文殊将军前我求援 多谢你了 这位 聂阳太史昭 自子叙 好 多谢太史兄弟了 兄弟们 是 兵发欲水 随我来 是 走吧 我们也回去 还 回去吗 就博生将军带的这些人 恐怕他们会打得很吃力 并且 并且 我们也还没拿到福音 刘家两位将军给人的感觉差好多 真不像是兄弟呢 真不像是兄弟呢 而且 都没什么将军的架子 陆林军起于草马 自然没有朝廷那种官家做派 博生粗犯爽朗 文殊温和果决 说是将军 倒更像林家的兄长 阿雄说的 好像见过很多将军似的 那是自然 以前背着你 周游列国嘛 阿雄 阿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中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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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